请问蒙面老师 现今的做空美股 做空欧股 做空中概股 哪个确定性大一些 黄金和原油走势 还会继续向下吗 整体来讲 做空股市的难度 我觉得比做空大农商品 难度要高一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中概股的跌幅 其实很大 从21年初开始跌 很多都跌了 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 对吧 那穷扣莫追 对吧 凡是任何一种资产 它只要跌幅足够大 我觉得都不要 都不要过度再做空了 因为那样的话 风险也很大 空间也不大 所以说像中概股 我肯定不会做空它 虽然我不认为它会涨 不认为它会 就马上涨上去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也不会做空它 那美股相对来讲 欧洲股市 美国股市 我可能会间接的参与 可能会间接性的参与 做空的 但如果出现了暴跌 和大跌以后 那我也会小心谨慎 因为美股的这种 韧性非常强 这些大的公司 非常有创新能力 非常的牛逼 就赚钱能力很牛 同时手里面的现金也很多 经常给你搞回购 是吧 然后再加上美联储货币政策 突然如果给你来个转向 那千万就不能做空了 所以说 美股 欧洲股市 这些在高位的时候 可以适当做空 但如果大幅下跌以后 比如说标普500 已经腰斩了 那你再做空 那我觉得就 相对来讲怎么说呢 就风险比较大 现阶段呢 我觉得美股 依然还处在高位 这种空头的这种 空头的这种 淋漓尽致的这种表现 我觉得还没有出来 就是这种 这种空头的氛围 还不够浓重 比如说恐慌指数 VIX 是吧 恐慌指数 还没有大幅飙升 所以说很多 整个市场的 风险的情绪 我觉得没有充分释放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 我对美股 还是比较看空的 我觉得它下行的空间 还是有比较大的 下行的空间的 总体来讲 就是说从年初到现在 就是从逻辑 一致性角度来讲 最佳的策略 你肯定是少不了 一个是做空美股 第二个是做多美元指数的 黄金刚才讲了 还是看跌 原油刚才也讲了 原油后面可能下行会加速 当然当原油下行加速的时候 基本也是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 就是爆发概率比较大的时候 国内通胀会到什么水平 国内通胀其实不用担心 国内主要是通缩的问题 就是说需求不足 导致着通缩 剩下的通胀 也是输入性的 粮食和能源 能源也不用担心 原油价格也慢慢下来了 可能唯一 明年需要担心一点的 就是粮食 粮食价格 是明年值得担忧的一个方向 为什么 因为俄乌战争 包括干旱 极端天气 等等 明年的粮食价格 可能值得去关注 最近任老说世界经济下行 可是看东南亚欧洲 大部分的GDP增长都是不错的 感觉就是我们的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也不是不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GDP是一个很滞后的指标 就跟就业指标一样 非常的滞后 而且经常反过去会被修正 所以说你看GDP 你基本已经就落后 至少两个季度 这个深段上落后两个季度 你记得这个08年金融危机 当时其实在08年一季度 这个经济已经开始往下走了 但是在这个08年底 09年初 美国才官方宣告 就是美国经济进入衰退了 就非常非常晚 它滞后很晚 股市可以很提前的反映 这种经济的下行 但是这个GDP指标 往往滞后至少半年 就跟就业一样 对吧 你这个一个企业 肯定是销售不行了 利润不行了 然后最后迫不得已了 才裁员 所以说当失业率 你看到失业率上升的时候 那已经毫无确定 这个经济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了 比如说美国的失业率 你从现在突然开始飙升 假设哗哗哗这个飙升 那在这之前 经济就已经应该已经很差了 所以说失业率 GDP这都是滞后指标 先导的指标 你就看金融数据 那些MR 社融 尤其社融 中国是社融 对吧 然后看PMI 消负者信心指数 等等 它有些先行指标和滞后指标 最近的2000亿旧楼市和降息政策 是否偏向保楼市 不保汇率 这种偏向会持续吗 在楼市汇率的选择上 其实是我之前讲过 是楼汇一体 是楼汇一体的 就是说保楼市 其实就是保汇率 就这么简单 如果楼市垮塌了 大家可以想象 那引发的风险是连锁性的 对吧 上下游 产业链 金融系统 那你说汇率能不跌吗 所以保楼市本身就是保汇率 这个楼汇是一体的 要这样理解 所以说楼市如果继续在下行 然后更多的企业暴雷 风险再加大 那汇率也保不住 也会压力很大 所以楼汇一体 千万记住 这四个字楼汇一体 美元110在历史上看也是高位的 如果还会更高 是依据什么数据和逻辑推断 还会更高 主要是 主要的逻辑 是这次大的周期的拐链 就是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以往的 比如经济危机的量级 比如亚洲金融危机的量级 包括以前的 货币政策的这种错配 等等 都不如这次严重 然后你看美联储到现在 还在强势的紧缩 还在鹰派 而且在高利率上 还要维持一段时间 对吧 所以说美元指数的空间会非常大 另外就是这次 全球经济政治社会的调整的格局 会非常深远 有可能是自二战以后 最深远的一次国际格局的调整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 美元指数可能也要高看一线 所以我上期不是讲过吗 我说美元后期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风险是什么 也不叫风险 就是会出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 就是美元可能会泡沫化 可能是美元指数给你涨到130 140 或者说美元变得很高 实际上美元到后期 它可能出现泡沫化这个倾向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大 因为全球这个避险情绪一旦起来以后 你比如说欧洲经济很糟糕 是吧 日本那边也不行 对吧 等等 那这样的话 全球避险资产 大家就会往美元方向跑 往美债啊 美元方向跑 所以会推高美元指数 会把美元指数变向被动 推高很高的程度 所以说110呢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 如果拉长的 拉大的格局来看呢 我觉得110呢 可能只是一个中途 并不是 并不是意味着鉴定 并不是意味着高位 更不意味着鉴定 我觉得要放开格局来看 因为这种 大家知道一种 非常重要的价格指数 比如原油啊 包括美元指数啊 包括美股啊 这种重要的这种价格指数啊 一旦突破20年30年啊 甚至40年的这种新高啊 那一定是历史周期的大的翻转 那一定不能等线市值啊 不能小看 你看现在是110啊 假如我们说突破120 对吧 那可能又是一片新的格局 可能市场就会看130 140 甚至冲击啊 这个80年代的160都有可能 那当然我们现在只是假设啊 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具体会 路径会怎么走啊 我刚才也讲了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怎么选择 那他会不会提早啊 提早就不加息了 甚至降息等等啊 都会有影响啊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波啊 就是这个美元指数的高度呢 啊 不应低估啊 或者说美元的这种泡沫化程度呢 啊 不应该低估 当前的困境事故可以类比2018年啊 当前的困境呢 远超2018年啊 这比2018年可严峻的多 2018年呢 是什么 是主动紧缩 你就你记住一点 就是凡是主动紧缩的时候啊 都不都不算什么大危机啊 都是承受得了的 才是才敢主动成紧缩 比如说2018年中国的缺钢杆 2018年这个美国的加息缩表啊 都是他们主动而为之的啊 既然敢主动而为之呢 就是他们能承受得了的承受得了的 那等哪天呢 说是被动紧缩了 就是说这个这边那这边怎么宽松啊 那边都没效果 然后还在市场还在往下走啊 然后整个市场还缺钱啊 那个就要命了 那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啊 当下呢 我觉得是比2018年啊 要要严峻的多啊 蒙远哥 您认为房地产的风险出清了吗 或者说目前这个风险的释放 到了一个什么阶段了 房地产的风险呢 我觉得远远没有出清啊 就没有到出清的这个程度 那这个风险的释放到一个什么阶段呢 我觉得是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啊 一个敏感的点啊 一个转折点的一个一个地方了啊 就是说恒大爆雷马上就要一周年了 对吧 然后包括前一阵子碧桂园啊 龙湖啊 这些债券也跌得很凶 对吧 所以说这种 而且马上就是金酒啊 就是传统所谓的金酒饮食要来了啊 我觉得很多房企啊 在下接下来的一个季度 或者半年里面啊 会面临着这种生死存亡的这种压力 就是如果金酒饮食 或者四季度房产还不能起来的话 我感觉很多的房企可能都要撑不下去了 那就接下来的一个季度到半年啊 我觉得是房地产企业整个行业吧 房地产行业非常微妙 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啊 你可以见到分晓吧 到时候半年以后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呢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的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